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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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晚安,我是阿伯 那今天要來開箱什麼呢? 因為前幾天都在開箱 Switch的商品 那我們今天阿伯決定換個口味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PS4的產品吧 這個產品其實他不是只有PS4可以用 然後他的電腦跟PS3也可以用喔 那今天要來開箱的產品就是這個啦 Holy的格鬥遊戲專用手把喔 然後他英文的名稱叫Fighting Command 那這個這個為什麼裡面沒東西呢 因為手把已經拿出來了啦 手把在這裡 現在還在自己上面 當初為什麼會想買這個手把的契機喔 大家應該知道阿伯之前 在1月多到3月多之前 有一段時間還在舊的住家那邊 然後那邊也是算新版的 然後因為環境太坎坷的關係 不過只要用大搖玩格鬥遊戲 隔壁都聽得很清楚 所以那時候情況非常尷尬之下 才去挑一個格鬥手把喔 因為大搖的按鍵聲真的太大了 如果隔壁那個人聽我每天都在玩格鬥遊戲 他應該會崩潰吧 就因緣機會之下入手的這一隻Fighting Command 那為什麼會挑這隻Fighting Command呢 因為目前市售上的格鬥專用手把 其實有幾隻啦 但是以這隻來說是比較符合阿伯的調性 因為我比較喜歡 排面上有6顆按鈕都做好的這一種 像有其他的類似排面上4顆按鈕的那一種 我反而用不習慣喔 我覺得這隻比較好用 那以目前來說 格鬥手把大部分都是有限的 好像還沒有看過無限的 以PS4來講 如果你說真正的無限可能就是 PS4原廠手把 好那我們就來正式進入主題吧 那今天買了這隻手把 他的價位大概是在1300上下 他是Hory的 Hory是Sony有授權給他們 讓他們可以生產 PS的手把喔 Hory這一家廠商其實也蠻有名的 他有製造過很多的周邊產品 包含大搖阿 手把阿 或是一些相關周邊 其實太多了啦 大家有興趣可以上Hory的網站看一下喔 這隻手把阿伯簡單介紹一下他的功能喔 我覺得他比一般的手把還好一些是因為阿 一般來說阿 出這種格鬥手把的按鈕 就是這邊會有6顆 然後可是上面呢 就只會剩2顆了喔 對不對 但是這種手把沒有 他上面還是一樣有4顆 那為什麼他會有這麼多顆 因為他有一個功能可以用 等下阿伯會把功能一次講出來 不過呢他沒有類比 就是兩邊的類比他取消了 因為這樣的話其實很佔體積 接下來就是十字鈕 大家知道PS相關系列的手把 他的十字鈕是分開的 然後為什麼 因為十字鈕的著作權好像是任天堂專有的吧 不過我現在不知道這個著作權到底還有沒有效 所以你會看PS系列手把都是分開的 好扯遠了再講回來 因為十字鈕對阿伯來說比較好壓 那如果是分開的PS4手把 我真的很難打格鬥遊戲 就是我尻招某一邊我一定尻不出來 我從PS到PS4都是這樣喔 所以我只要用原廠手把尻招 我一定尻不出來 我當下一定七到三手把 那買這個手把裡面會附什麼呢 裡面會有附這個手把 還有一張說明書 那因為說明書也是日文的 等一下會幫大家講一下說明書裡面的內容 先講一下他可以對應的平台 這隻手把可以對應電腦 然後PS3跟PS4 就這三種平台 他的功能在手把上面 大家可能會有一些看不懂嗎 因為他沒有類比嘛 所以他有做一個設計就是 他的方向可以讓你用十字鍵 或是左類比或是右類比 然後怎麼切換呢 在這個開關就可以切換了 這個DP就是十字鍵的意思 LOS就是左邊的類比 Left Stick RS就是右邊的Stick 所以如果你在玩某些遊戲 是需要用到這些比較特殊的方向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切過去就可以用 第二個比較特別的功能就是連色 大部分的飛援場手把都會附帶一個連色功能 可是像有幾個就是某些平台他不能用 那像這一隻手把在PS4 他是可以做到連色 PS3也可以 電腦板也可以 那連色的方式很簡單 你只要按住Tubo鈕 再加上你想要那個連色的按鈕就可以了 連色的階段他分為兩種 一個是全自動連色 然後一個是半自動連色 那所謂的半自動連色呢 就是你要持續壓住按鈕 他才會連色 這樣應該不錯吧 全自動連色的話 應該是你在玩 像射擊遊戲之類這一種 你就不用特別去壓了 這樣是不是很方便了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然後所有的按鈕都可以設定連色 到時候會再教大家怎麼解除那一些功能 這個線長呢 這個線其實還蠻長 一般大部分家裡的人可能會離電視會比較遠 會在意的 這個有線到底能多長吧 這個線長 我最少看有三公尺 我看一下規格數有沒有 欸真的是三公尺 大家要注意現在外面房間賣的那種什麼 HDMI的線 在台灣賣的 他那個三公尺都是台詞 我覺得很誇張 因為我前幾天才買出一條HDMI線 其實 那我們等一下就直接進遊戲來看一下 他實際上的操控對應 還有一些連色的對應 跟按鈕置換的一些功能 GOGO 現在要測試一下 剛剛阿伯講的特殊功能 第一個是手把連發的功能 然後第二個是 他的類比可以置換方向鍵的功能 然後第三個是他的特別輔助按鈕 就是對調原本按鈕的位置功能 那我們現在先從第一個連發的功能開始講起 那連發的功能他有分成兩種 全自動跟半自動 然後我們先用半自動的 就是按住TAP鈕之後 壓住一個你想連發的按鈕按下去 這邊燈是不是開始亮了 然後這時候我們只要靠近敵方 一直按住 喔耶好帥阿 就是第一個連發的功能 那接下來是全自動連發功能 一樣壓住他 按按鈕 他就會自己按 然後你看左邊的出招列表一直LPLP 他是每秒鐘可以設28啦 我覺得玩射擊遊戲比較需要這功能 28太平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解除 解除只要按住TOPLE鍵 再按放快 當這個燈沒有亮的時候 就是所有的連發功能都關鍵了 因為你有可能一次設這麼多顆按鈕 但是你不知道關掉哪一顆 像現在還有一顆亮 然後你看你剛按的這幾顆都沒有 其實這一顆在連發 從這個地方你就可以清楚知道說 哪一些連發功能是有在作動中的 連發功能它有一個自動輔助機能 就是 圈鈕現在自動連發對不對 你只要按了PSN的按鈕 它會自動解除 為什麼 不然到時候那個畫面就會跳來跳去 只要一離開遊戲 或是按了PSN的按鈕 連發都要重新設定 這是第一個連發的主要說明 剛剛有講說如果連射按鈕射很多 它其實有一個快速關閉的方法 在PS4的話 你只要按住Share的按鈕壓住 它就會自己關閉連射機能 是所有按鈕 接下來第二個主要說明是有關於 十字鍵它可以替換你的左類比或是右類比 因為有的格鬥遊戲它在控制上 它用左類比或右類比 右類比應該很少啦 但是用的方式也很簡單 這款遊戲KOF14它有支援左類比的功能 所以我們只要把這個東西切過去就好了 現在是左類比對不對 然後一樣可以動 喔 還蠻不錯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右類比 因為KOF 右類比基本上好像是沒有用 我記得 所以切過來之後 動動十字鍵 對真的不能用了 然後這就是切換左右類比跟十字鍵的功能 我們就把它回到十字鍵版功能正常 OK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第三個功能啦 那第三個功能 就是有關於格鬥手把的按鈕對調性喔 它這邊的說明就是當你切這個的時候 左邊 把這張當作一個塗炭 它就是L1 L2 R1 R2 我們一般最常用的設定 但是因為格鬥遊戲設定的不同 通常會用到這個設定 這個的意思就是你按這個按鈕它等於L3 按這個按鈕等於R3 L1跟L2換到這邊來了 為什麼要這樣換是因為有些格鬥遊戲啊 在左右類比的按鈕按下去的時候會有一些重置的動作 或是入置的動作 所以它才會有這個對應的方式來看 那我們就直接切到這邊 要怎麼測呢 請注意看那個遊戲畫面左邊會有一個按鈕 輸入的條件 我現在輸入左右會有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按R1看看 有沒有看到是LK跟LP 然後實際上我們再去按鈕的設定這邊 剛剛的按鈕的R1對應的地方是哪個喔 因為剛剛有調換過來嘛 所以它應該是L1才對 那我們看一下L1是哪一個 L1是這個 緊急迴避 在回遊戲中按一下這個按鈕 看看是不是緊急迴避 有沒有 是緊急迴避喔 這等於實體鍵L1按鈕 所以用這個設定的話 你可以設定一些更多的按鈕 到右手的手把來 因為格鬥遊戲其實右手按的按鈕是最多的 R1跟R2的按鈕因為原本就在這邊了 你也不用怕R1跟R2按不到 這配置來說其實還蠻適合格鬥手把的啦 那像L3跟R3的話 如果你要按的話就墊在這邊 那因為它是一個錄製的動作 格鬥遊戲大部分有的會有額外的功能 大家可以看看是不是會用到這兩個按鈕 然後來決定這個格鬥手把是不是屬於 這就是第三個按鈕自換的功能喔 好那我們現在用電腦版喔 那今天的軟體是KOF2002 Unit 大家可以看一下說有沒有Lag 基本上輸入還是蠻順的啦 以阿伯的這個伸手來說 我是覺得蠻順的 然後連射口不可以用呢 我們也試一下 可以連射可以用 而且它還在快速出拳 所以買這隻手把等於你可以在 PS3、4跟電腦版用 我是覺得蠻划算的啦 這樣我就不用特別去再買一個電腦專用的人 好現在試一下左類比跟右類比 我們直接推這個 左類比 來看一下可不可以 電腦版我不知道實際上有沒有推 欸有耶 右類比應該就不行了 對沒錯 右類比就不行喔 推回去左類比 OK 大概就是這樣啦 就是今天的實機演練 今天開箱完這隻Fighter Commit的手把 可以認為其實算蠻好用的 以PS4對應的格鬥手把來說 這款算是相當的不錯 畢竟該有的它都有了吧 首先就是六個按鈕啦 這個格鬥玩家一定會需要六個按鈕的面盤 上面的按鈕還可以置換 所以實際在做某些設定的話 是不錯的啦 唯一的缺點嗎 應該就是它不是無線的嗎 我倒希望Holy出一隻無線的類似像這種手把 我應該會用的很開心 然後不用類比沒有關係 因為格鬥遊戲用到類比的機會不一定多 因為阿伯比較少打3D的 如果是3D的就另外再講啦 不知道各位看觀這隻手把有沒有符合你 PS4心中的格鬥遊戲手把呢 這隻手把的相關價格資訊 阿伯也會搜尋一下網路上的資訊給大家 大家可以自己去實際參考看看喔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謝謝大家收看我是阿伯 那喜歡阿伯的頻道記得幫阿伯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如果有要做什麼新的東西開箱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阿伯知道 那我們就再見啦 掰掰